施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即日上午如期召开 议员吕维应唐碧尔提出关于生育补助金 和如何增加国内生育率问题询问民政局 唐碧尔希望政府能够效仿新加坡提高生育率 吕维应询问民政局长陈忠燕 关于市长赖清德就任后 退出的生育奖励金是否对台南市人口增加有帮助 陈忠燕表示 实际上生育奖励金对生育率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市府的一个心意 尽全台湾国管市都变成生育奖励金 其实上次都会对财政有很大的负担 不管你加到多少 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少年朋友要尤其一个新的孩子 其实差距是没法度来密钩 不管以尽全台湾上官的标准台北来看 理实质上的所谓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都是没法度来密钩所有人 在照顾孩子上面的帮战 所以其实我们也强调 这是一个地方 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意思而已 并不是说用这个我们就要来招礼 要来招礼 我们的少年朋友就会去政家 我相信这个整个环境 整个是要的环境的部分 有法度对小人朋友有信心 以养以生 唐碧尔指出 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少子化情况日渐严重 他希望政府将生育计划立为首要政策之一 否则将影响台湾的竞争力 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个 完全的政革的方案和政策 来面对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 不是说担你生肆 我们台湾市 还是说高雄市 台北市 新北市 你说变生意讲理真 第一个改革 没有法度改革 这是国家要面对的问题 是我们国家要提出 很严重 很严重的这个策势和政策 所以新加坡我觉得做得不错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效法新加坡 如何提高 我们的结婚的 我们的父母愿意生育 现在小孩生来 你不要把他顾不可以了 所以很多的隔代教育就是这样 因为父母都要工作 没有人照顾他的小朋友 所以只好脱给阿公阿嬷狗 又产生了隔代教养的一些问题 你请保姆狗还不放心 很多保姆都怨戴孩子 我们看到很多 所以事团不放心 不放心 要顾孩子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去面对 当下我们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让这些父母没有后顾之忧 愿意再生第二胎第三胎 吕威应最后建议民政局 提高家庭生育第三胎后的奖励金补助 陈忠燕表示将会再次进行评估 知者林游春林志德台南报导 今天只是这么ше来 请不吝点赞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有这个事情